将小儿子送走这件事 成为这个家里一种无法言说的通 我们希望通过专家的努力 能够减轻这对老年夫妻 因为此事所受到的内心的煎熬 另一方面 我们委托严老师寻找小儿子 是否有线索呢 喂 您好 您是天津市公安局吗 我们接到群众求助的电话 按照当事人跟我们说的这个情况 可能有好几个 然后这样我们想麻烦您呢 能够帮助我们一个一个看一看 41年未嫁的小儿子能否找到 好 欢迎您 叔叔 来 这边 来 请坐 现在阿姨想找儿子这事 您支持他吗 他一开始 那我不知道 这后儿他说我才知道 您现在不知道阿姨想找孩子吗 现在知道了 就这会儿才知道啊 对 对 那您支持阿姨找孩子吗 我一开始啊 我跟他也说 我说得了 他在那儿也想活 也过得挺好 就不 也甭打扰人 不打批几句 不打扰他的生活倒是好事啊 但是您二位不业很想他吗 是 到现在 现在我想 哎呀 我说 我说这我这老几位不在这儿 我说世界没有卖后也有卖后 那时候一个年轻 一生了那干活一累点一麻烦 胡扯八丁 啥都说 现在后悔了 不说实话 就是我父亲有点孤僻 一手生个男孩 没钱又盖房又娶媳妇的 这男家里就穷了 那叔叔阿姨说您有点重女青男 喜欢女孩 是 那当时要生个女孩的话 您还会摔吗 就不来 那我那二那时候 老二那时候跟你换一 他那家四个丫头 这老二什么跟人换怎么回事 就也喜欢女孩不是 我说老二跟你 跟那时候 他那是四个丫头 跟他换的 您要跟人对调您的老二啊 把人家家闺女放到您家养 换了 把您老二给人家了 换了 换 真换了 换了 换了等着一年 然后回来 他那时候上小学了嘛 然后他跑回来了 我说你咋回来 他说妈 他说不行 说谈家不是归的的人 说他让我上那个 卖地里好草去 可以呀 说那啥事都有 他说我一回来 那他两口那是喝酒呢 说我不好草 还打我 说我不带谈家了 我特想问问叔叔啊 您为啥觉得姑娘好啊 他就喜欢姑娘 甭管是归于你儿子 那不都是自己孩子吗 是 这那时候就开始了 这不是这几个 说说但是 这都有正个想法 而是他说喜欢啊 总而言 他是 你们要腰疼 肚疼疼 凭啥他心疼你 你要真正闺女 亲闺女 他能 现在也是这说法 他能不能够 他认为了